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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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你们那堆儿丢了 善恶终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 对 为什么每次一说完定场诗 你们都能接上来下句呢 教得好 大哥说的对 说我教得好啊 好吧 您能记住定场诗 这让我就很开心 这就跟唱戏似的 弄一出戏完事之后 有人觉得你这挺好 其中有一段我们愿意跟着唱 你这就叫成功 费这么大劲 花多少钱排一戏 演艺场就搁在那儿了 打着起这个世纪 都不会有人再提 你看就瞎耽误功夫 各位喜欢 喜欢定场诗 挺好 但定场诗不能说了太多 会让人笑话的 嗯 这个 每次一说书啊 我就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打着桌子往外一走 我就觉得完了 我的领地啊 就这几尺 这是归我负责的 出了桌子 你们说了算 挺爱干这孩的 这无穷的乐趣 真的 你哪怕说啊 外国有几个国家给我 让我当皇上去 也没有 反正是 说书啊 谈古论金 过去讲话是叫做谈金谷 当然过去人家说书也跟现在不一样 过去呢 说书先生一年在北京比如说 说四个茶馆也就够了 撒月一块地 那南城找一茶馆 大年初一开始说吧 说仨月 换北城了 三个月一倒 三个月一轮回 一年呢 有这么四个茶馆就干起来了 而且有的茶馆呢 还愿意给先生多拿钱 为了让您上我们这说书来 我们这提前给您一笔钱 哎呦 那头天的钱 仙人都自个拿着 最后一天说完之后 这名换地了 这钱人家茶馆不跟您下账 一般来说三七四六二八 还有了那个 仙人太好了 茶馆不要钱 都是您的 那茶馆值什么挣钱呢 茶水瓜籽啊 不比您说书挣得少啊 那很厉害 当然这就是平能力了 还有的说书呢 就是说板凳头 什么叫板凳头呢 先生说书 两点开书 您那个能力两点开书不行 没人答应 怎么办呢 你十二年半说 有愿意听就听 不听拉倒 这叫板凳头 过去说书是这个样子 挺好 现在也很少有这种那个小茶馆 我们小时候说书 跟人先生上茶馆 那屋都没多大 有了坐三十人二十人就不错了 就挺好 那会说相声也是 我小的时候想象中说相声 就是那样的一个屋子 坐个二百人三百人就了不得了 后来我们这相声 越说越热闹了 场地越说越大了 我见过最大的场子就是 体育场坐十万人 那是迄今为止 我演过最大的一个场 后来我是再也不干着了 观众跟我谁也看不见谁 体育场那不是体育馆啊 体育馆那房子有盖 体育场没盖 头一排离着我好几站地 谁也看不见谁 而且这声音它有过程啊 我这一说完了传到他那去 头句话他到耳朵 我这第三句都出口了 关键我这说着还听这声音座 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不够添乱的 当然了就是说有屋顶子的 我们也演过最多的像比如上海 大概是两万多人 两万多人 北京演过五颗松 大概也是一万四五 还差不多 观众也是真捧 其实最后的确实看不见 五百人以内的这种剧场 其实是为了演员自己高兴 我能看见你们 你们瞧得见我 小节骨眼表情动作 俩演员说像呢 互相逗着玩 观众看得见 咱们这是其乐融融的状态 你真一万五两千八 这您做后的 瞧不见我 有时候那个嘴欠的说像 还得问人家 是没钱买头来的吗 有时候他们跟我聊天 这个没事 不愿意出去旅游吗 看看大好河山 我说我打十二啊 就天天看大好河山 蛮出去这儿演那儿演 你要说旅游已经打动不了我了 无论到哪儿去 一落地 到酒店 我就不再出来了 然后跟酒店里 写点东西 听听戏 睡到转天 中午起床之后 早先呢 中午还愿意跟孩子们一块外边吃 所谓外边吃就酒店里头 那就叫外边吃了 到现在越来越懒 头天您怎么着 我说中午啊 比如说过来炒饭 来焖饼 或者此地什么烙饼炭鸡蛋好 来这个 屋里不有泡面吗 你再给我来点炸菜 这就是我丰盛的午餐了 我就够了 吃完之后下午再躺一会儿 顶个四五点钟 你们接我下后台就行了 演完回来一睡觉 转天给我送机场 我就回去了 这就是我出去演出 我不像他们 鱼老师到哪去过去逛逛逛 花鸟鱼虫市场 古玩市场 古玩市场 买这工艺品 什么的 高峰高老师 无论到哪儿 演出逛逛动物园 看看狮子老虎 这是斑马 挺好 有时我愿意上去 我弥补一下童年 我对他 也没带他逛过动物园 那些年 也长大了 愿意逛过就逛过 挺好的 出门倒是也长见识 我之前我在台上说相声 我还跟大伙聊 我说 我说你们是不知道 就这些年在外 我们发生了些个事情 见那个各式各样的演出方 交那个不同的朋友 我上银川演出 真把我感动快了 落地之后 人家主办方拿车接着我们 郭老师走带您吃饭去 请团队 我说好 别太复杂 不不不 但一定是最高规则 我说好 开车 我说半天还没到 我说咱吃什么去 您到这 请您吃海鲜 我说大哥 我说你看路边卖羊杂 所以摊了吗 你给我撂到那儿就挺好 我跑到银川吃海鲜来 说我们这是发肆肺 我说大哥我知道 人家实在 他觉得吃海鲜就得多好 他可不知道 我天津人 我刚打海边来 我跑到银川吃海鲜去了 这让人很感动 我说你不用这么费劲 你们吃什么 什么面条 烧饼 那就行了 羊杂碎 我来一晚就很好了 就如同我过生日了 你可千万别弄那个好家伙 弄一桌金碧辉煌 摆什么冒着冷烟 咱别费那气 我说我可好养活了 就说跟说笑似的 人家还觉得怕不合适 但对咱来说 咱不是那么想 咱哪能那样去 当然也有 比如说当初二十年前 我们头一次做山西上演 山西那几位妾爹 也把我弄着了 我祖籍是山西 我们家是明朝 洪志十一年有打山西迁出来的 山西芬养 我祖籍是那明朝 咱现在也没有什么亲戚在那住了 对不上高了 那回把我气乐了 那哥们可能也是没怎么干过这了 我印象特别深 我说您弄点水喝啊 好 出去了 半天拿进来 拿三瓶水 矿泉水 因为一般到晚演出 就说要点水 最起码一包一包矿泉水 对吧 这怎么 两瓶三瓶 后来 有人告诉我 您别喝点水啊 他外边找着半瓶给你兑的 兑的 兑完之后拿进来 他告诉我别浪费 别浪费不能这样 别浪费啊 对吧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天晚上到了 就十点十一点了 接我们吃饭去 我说千万别麻烦啊 我说刀削面 刀削面好吗 吃点面 我就记得他那脸上都乐开花了 好好好 后来我经纪人跟我说 我那经纪人王海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说我跟他说要吃碗面 他上后厨了 告诉了什么炒菜都不要 就吃面 我说我没说别的弄点凉菜什么也行 我说我就插着 对他就说去了 他肉的一概不要 我说那你说怎么弄个这玩儿 我当年这都是真事儿 你哪说理去 有机会再给你们细念的吧 不能老说这个了 汗墨江山 国运轻微 大汗江山就如同 半瓶半瓶的矿泉水 正怼姑娘 出事儿了吗 出事儿了 现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儿就是 何进 何进说这个天下怎么办 有个叫袁绍的 袁绍原本出 那可是了不起的呀 名门望族 家里边出了好几位 四世三宫 大身份的人 袁绍出的主意 找天下的英雄 各路豪杰 进京来 一起铲除这些个全烟 叫人来帮着一块 把宦官杀了 这主意其实挺刺的 挺刺的 但是何进觉得对 因为何进的这个知识面 一直停留在杀猪那 词一个词一个 他觉得这个对痛快呀 对不对 而且他想这个很好 他们来的大伙帮着弄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事儿 以后传出去这是大家的事情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这个人有的时候就往好处想 你包括我们做节目 包括有时候我们拍戏 我们有自己的影视团队 郭老师您看写这个电影剧本 和电视剧 您看这个 观众看完之后如何如何 怎样怎样 我说你爱不爱 我太爱了 我说你问人家了吗 对不对 做节目 写戏 弄相声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 不让你替观众点菜 你爱吃哪管什么呀 爱吃回家吃去 人家吃不吃 对不对 这很重要 就跟录评书似的 是吧 你要问我 我可能就录个神鬼妖狐 对吧 郭德纲讲鬼故事 录这个好天马星空 一说不是痛快 男人优酷说了 要三国 那怎么办呢 那么些钱都摆着摆着了 是不是 反正不用说什么做生意不做生意 就人之常挺 对吧 你那个犯哪门子倔强啊 是不是 没有意义 何进就犯这魂 这太好了 他想的都是好的 每一个失败的人在干事之前 想的都是好的 对吧 那您说那拍电影的 一个夜 两个夜 三个一拍的 到最后一卖 卖四块钱 六块钱 他哪个戏拍之前不得开两年的会 请专家 请明不仁 请大文豪 天天坐一块喝着酒聊天 分析剧本 探讨这句话 研究时代背景 商量这个电影上映之后的观众情绪 你们这三年花了好几个亿 拍完之后卖六块钱 怨谁啊 那就是你们广望好处想 不怨别人 怨你自己 这是最重要一点 哎 而且呢 他这次 找天下 找的最不应该的 这些英雄里边 他不该找这个 董卓 董卓是西凉刺史啊 各位我不知您哪位熟悉三国 可能您看过电视剧啊 看过京剧什么的 董卓是一个大奸臣的形象出现 脑满肠肥 吃吃喝喝 这只是脸谱化的一个片面的说法 其实董卓是个人物 董卓是这个甘肃敏县那边的人 他是那的人 他家住这个地儿啊 挨着那个什么羌人 那个少数民族的地儿很近 他们家本身呢还挺有钱 这种从小好打架 好练两下子 骑着马 说拿这弓箭 据说左右开弓 他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大傻胖子 他不是啊 而且两膀一晃千斤之力 那是个人物 你想他就在甘肃当地 他跟那些少数游牧民族们玩的特别好 就那些个人拿他当神仙一样 是这么一个猪 心狠手辣 而且会交朋友 只要那些个游牧民族的人上这来 他看情报好好的招待 杀自己家里边耕田的牛给人吃 来多少全杀 到最后那个头目一看太感动了 家里边牛都没剩多少 回去之后给他送了一千头牛 就臣服于他 就说他这人是这份的 我们愿意跟他交心 所以说他是最厉害的一股潜在的势力 关键他还有野心呢 这就要了命了 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叫他进京啊 那怎么办呢 密诏已经来了 密诏 就是以皇上的这个名义也好 朝廷的名义也好 其实是何进写着 那不是公开的那种告示 那意思就是现在朝里边实常是 霍乱公围做个不对那不对 国家兴亡需要你进京来除贼 你带着兵上这来把这事弄了 为国效力密诏 这东西来了 董卓乐着都不行了 高兴好家伙乐着都说普通话了 太开心了 好好好 我得去 我带兵要进京 带多少呢 二十万 大兵二十万 进京 但是人家董卓身边呢 也有那些个有文化的谋士 他现在是西凉次使啊 他不是说家门口跟少数民族打架那个傻胖子的 不是 有文化是 大伙也得商量这事儿 咱们带二十万兵 这就要进京了 咱这个事儿怎么办 大伙一商量 咱们呢 活鱼不能摔死卖 这是句老话 活鱼 这多好啊 你啪啪的摔死在卖 你犯不上 对咱们来说 这是一个好机会 这不是一封密诏吗 咱把它挑明了 上奏天子 下队万民 让皇上也得知道 让皇上也得知道知道 让老百姓也得知道知道 现如今是皇上叫我来的 奉昭进京 清君策 我这个名跟你们不一样 我清君策 君王身边有坏人 这个就行了 为什么呢 名正言顺呢 你说我奉密诏 偷偷摸摸来 半袋碰进巡逻 问我说什么呀 这就不一样了 好家伙 对外一亮这个旗号 奉皇王招请 进京秦王 帮皇上打仗 检除身边这些个宦官 另外 就这个动机 就直一热搜 那阿还不快吗 当天这一发兵 紧跟着全世界都知道了 哎呀 董卓进京 因为当时 其实不光是董卓一家 何进给好几位都写了这个 你也来啊 你也得来啊 咱们都来啊 这是这里边影响最大的 董卓 他的势力最大 啊 这个消息就传开了 你朝里边食尝试 那个又坏了 董卓喜提热搜啊 阿卓来了 我们怎么办 对吧 这个就是斗争啊 这还不是简简单单 不是说 几个说相 坐在屋里串闲话 咱们给谁造谣吧 咱们上哪儿汇报去吧 那不是那 那隔一块值不了三毛钱 这是家国大事啊 董卓要来了 他来了咱们怎么办 董卓那是豺狼新兴啊 对吧 现如今 咱们从根上说 谁叫他来的 那还用说吗 何进叫他来的 好 杀何进 咱们说了好几期要杀何进 看来何进是活不过这一集了 这个做货做到头了 他其实有好几百种不死的方法 他有好多方法让自个儿 名垂青史 耀武扬威 他都行 但他偏偏摘了一个 一定要死得很惨的道 这就是他的命了 宦官们得商量啊 怎么办 咱们现在把何进杀了 说董卓来不来 咱们死不死是另一回事 把眼门前 你得先死 老话说的好吗 对吧 你不让我好死 我也不让你好脱伤 咱们来吧 商量吧 商量杀何进 怎么杀 说上家杀去 那也不现实 天下兵在他手里攥着呢 咱上他那去 你来 来弄死你 那不像话 就得把他框到宫里头来 找谁呢 找他妹妹 和皇后 皇后坐在那儿 正下午茶呢 跟家坐着几个姐妹 喝茶吃蛋糕 你那包多少钱买的呀 我这个太上当了 一百五 他们愣说是假的 说不值一千四 废话 就类似这样吧 这喝着茶呢 这几位宦官进来了 今天把帽子一摘都跪在那儿了 影帝附体 哭吧 哎呀 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胸毛也有腿毛 哎呀 没有腿毛也有牢骚 说点热个话 皇后得问呢 怎么的了呀 快起来吧 几位 这站起来了 您救命吧 我们这怎么回事 你说说吧 是 文庭人言 由于我们的一些个错误 何进 何大将军 要杀我们 没别的 您多救救我们吧 要 你们都犯什么错误了呀 是我这个 我随地涂痰了 我做饭闲了 我见谁没鞠躬 就说点热闲话呗 但这个状态下 他更觉得天下无忧了 儿子是皇帝 他有什么可怕的 董太后那一针全清了 从上到下连DNA全清干净了 有什么可怕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可不像事 你们别害怕 不是 您说不害怕不行 我们这害怕的不行不行的 那你们说 怎么办呢 我们想跟大将军认个错 跟他道歉 说一声 我有罪 我忏悔 我不对 那你们去吧 我们不能去 我们去了 那不就让他们堕碎了吗 是不是 那怎么着呢 请娘娘传旨 请大将军到宫中来 同着您老人家 我们给他跪下 央求他老人家 饶恕我等 这就是匡人嘛 要换别人呢 不会相信 何皇后也是 让胜利冲昏了头脑 天下是我们的 对吧 我儿子现在是皇上 我哥哥这么厉害 这几个求情来的 哎不叫事不叫事 行 你甭管了 我叫他来 你们那个多磕头 少说话 是是是是 谢娘娘 高兴 这纸就传下来了 传到何进的府里边 何进跟前人多着呢 一听这些 唐一下子炸妙了 这是玩谁呢 这是 太拿我们当缺心眼的了 大将军 你看他们这个事儿 何进乐了 哈哈哈哈 我去 这个没有办法各位 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 人到了这会儿 这个词就得他说 我去 太棒了 我妹妹想过了 我妹想过了 这一无闻都傻了 啊 这袁绍眉我都拧起来 你去 这分明是定下了 框架之计 此一去凶多吉嫂 好啊 这玩比鸿门燕还门 比鸿门燕还红 还燕 要劝他 不听 必须要去 我跟我妹妹 手足清长 一定要去看一看她 哪怕是最后一面 嗯 曹操也在旁边呢 将军 倘若是 按照皇后说的 见一见十常侍 有些个话能讲开了 有搁得泄开的话 您这样 请十常侍出来 约他们到外边来 咱们见好不好 曹操灵啊 为什么说曹操聪明啊 一代奸雄啊 想的就是不一样 你的目的不是见面道歉吗 你出来 咱外边道歉 找一个饭馆 或者哪儿 不挺好吗 你不能去 何进想了想 去 我等不了了 我必须要去 要去要去要去就要去 这些人大眼瞪小眼 何进也觉得不合适 啊 诸位 何人愿意保驾前往啊 谁跟我一块去 袁绍站起来了 本初冤枉 袁绍叫袁本初啊 我愿意跟您去 好好好 选了俩人 一个是袁绍 一个是曹操 点起了欲林军一千人 打这儿出来 坐着车 何进没骑马 身份够 坐着车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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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一三崩子 身旁边左右 这边是曹操 这边是袁绍 骑着马 盔甲凯昼 全套的 带着一千玉林军 这俩人抱着他 何将军 到了宫门那儿 请您万万的 多听我二人一句话 有我们保着您 料也无方 好好好 说话的功夫 就到了宫门这儿 车停住了 何进 从车上下来 往宫门这走 草草 袁绍 也下马 身后是一千玉林军 走到宫门这儿了 有几个小太监 迎接大将军 罢了 皇后娘娘有指 单请您一人入宫 就是那些人别进 就是您一人进宫 曹操看了一眼袁绍 哥俩一对眼睛 心说怎么样 这里边就是有问题 将 哎呀哎呀进去了 俩人一对眼神的功夫 何进进去了 走到里头还回头 那意思你们多保重吧 这两位就傻了呀 哎呀 哎呀 你想啊 皇宫内院 进去可不就看不见了呗 这怎么办呢 而且现在这状态不能擅闯公门呐 你要说跟着何进你们进去 就进去了 单纯你们俩人带着说 一千人往里边冲 这不行 这算造反 这怎么办 哎呀 你看我 我看你 等着吧 真着急啊 等来等去的 就好像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了 俩人喘了口气 哦 心说这算差不多了 来呀 把车顺过来 把何进的车顺过来了 曹孟德冲着这墙里边喊 将军 天色不早该回府了 请将军 上车 袁少爷喊 请将军 上车 连说了好几句 就要听着里边脚步声音 登登登登登登登 紧跟着里边有人搭了一声 何将军出来了 日表 顺着墙头 何将军出来了 脑袋出来了 身子没有 啪啦一下子 人头落腻 袁少就愣了 啊 曹操一看 哎 果不其然 让我们两个人严重了 本初 孟德 咱们怎么办 还怎么办呢 来呀 仲剑棍 杀进荒城 好 好 郭德钢扇子批子大赛来了 多才多艺的钢丝们 是时候展现你们真正的技能了 魔动规则 一打开微博 在话题郭德钢扇子批子大赛 at老郭有心翻 将你们对老郭说过印象最深刻的刚言刚语 批在官方所给出的物料扇子中 或是在自行制作的扇子物料中创作一可 二 只要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 P图风格不局限 期待大家脑洞大开的成果哦 活动奖励 第一到三名 郭德钢亲笔签名扇子 第四到十二名 郭德钢签名帐 活动时间 2021年4月26日到2021年5月9日24点 快来参加吧